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人真事 这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掉的记忆 当时我才12岁 但是事件里老人的孩子没有把老人拉回桌子上 事件里面也没有金毛犬 事件里的老人没有这么幸运 从此以后老人一个人在一边吃饭 再也没有和他的家人团聚在一起 直到老人离去 改编这个故事 只想大家善待老人 让老人有个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 就听同个伤 就算简单 就算抵挡 都能做什么事 我能做什么事 我能做这个故事